在陕西西安临通的离山北路 有座皇家公园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州时期 这片区就已经成为周天子常来的别院 后来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 都对这座公园进行过修期 到了唐朝 这座公园进行了改建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 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改名为华清宫 根据文献记载 说华清宫在唐玄宗李隆基时期 达到了鼎盛 面积有170万平方米 相当于现在两个北京故宫的大小 那为何从周到唐历代统治者 都喜欢来这里呢 很简单 从现在的名字就可以找到答案 华清池 重点就是这个池子 洗澡的池子 这些帝王喜欢来 主要是因为这片区有温泉 说白了 华清宫就是皇家的澡堂子 皇帝泡温泉的地方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华清宫的门票有点小贵 它是北京故宫门票 还是旺季的两倍 北京故宫门票旺季是60万元一张 华清宫的门票是120万元一张 这应该是我第四次过来 我第一次过来是2007年 拍视频是第一次过来 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 唐朝的皇帝 大臣 还有贵妃 他们泡澡的地方 是什么样的 目前这片区域已经清理出 唐太宗沐浴的星辰汤 太子沐浴的太子汤 唐玄宗与杨贵妃沐浴的 莲花汤海汤汤 还有级别高的官员 或随行内侍沐浴的上士汤 一共有五处皇家汤池一只 咱们现在看到的 华清池这些地面建筑 都是附建的 那当年这处豪华的宫殿建筑群 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真的和唐玄宗李隆基 与杨贵妃有关吗 华清池除了见证了 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外 他还目睹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就在华清池内 还有一排清末时期的建筑 他被称为武建廷 当年慈禧太后 携光绪皇帝西桃的时候 曾居住在这里 在86年前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第一枪就是在这里 如今在武建廷的墙壁上 还可以看到当时留下的弹孔 我这次来灵桶 有些朋友留言或私信 希望我去华清池 由于各种原因 很多朋友没有机会来 想看看120元的门票 到底里面有什么 于是临时加了华清池的行程 这120元的门票 是华清池和离山景区的价格 除了能看到五处皇家汤匙遗址外 还能看到刚才咱们说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 还可以上山 到兵舰艇 烽火台等等 但现在 据工作人员说 由于在修路 只能步行到兵舰艇 烽火台 暂时上不去 注意的是 120元的门票 不包含长恒歌的演出 想看演出的朋友需要额外勾票 大家觉得这个票价值得来吗 接下来几天 我会带大家探访华清池 详细的聊聊 他背后的历史故事